陪宝偷鸡鸡 陪宝偷鸡鸡 我不是鸡鸡 这不是鸡 你都没有问过我不是鸡是什么 我那是借光天花月之下 上门跟你借一只鸡回去炒 炒一顿 那个菠萝炒鸡好吃 哎呀 鸡 你刚刚都没有问过我 这是叫鸡 知不知道 哎呀 大不了把这只鸡还给你了 哎呀 不行哦 你看被你坚持摸过了 这个鸡都好像 不行的样子啦 你看生龙虎虎的 怎么说它不行呢 这鸡我没动过 它一根蚝嘛 还给你 看着这样嘛大头 这个鸡呢 我就送给你了 真的送给我了 谢谢他 我还有事 什么事 就是这个鸡送给你的话 你就帮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怎么样 介绍男朋友 对啊 不过你单身都万 你也可以了 不行不行 我一人吃把穿插不过 我还拖上你这个雷醉 那我不管吗 要不你就帮我介绍一个 你是我们村里面出了名的 嫁不出去 我担心把你介绍出去 害了人家 那我不管吗 那你要赔偿我 我要你赔偿一个鸡 这个鸡我就不要了 你要把他搞成圆章了 我就要被你摸过了 我就不要了 老姑婆了 你还想嫁 你这辈子嫁不出去 等等等等等 你还诅咒我啊 再不出去啊 一时口快 并不是我的心里话 这鸡 你真的是送给我 然后呢我帮你介绍一个男朋友 咱们就基本不就是吧 对对对 就这么简单 小事一撞啊 下不出去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等一下我怕你跑跑掉了 走就行 贵宾啊 跟我来一下 隔壁伸的大头 等你啊 兄弟江湖救起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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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我告诉下底下这个持影片 乖 等等 我介绍一个寡老给你 介绍一个帅哥给你认识啊 哦 有没有你这么帅啊 比我高 比你还高啊 比我壮 有没有你这么重重啊 哎 腰杆比我好 我腰杆比你好啊 哎呀 这样差不多 哎呀不要 那个 大头你干嘛 火金火燎的 搞来我跑了120码过来 江湖救起 我刚才偷了他的鸡 不是 刚才跟他借了一个鸡 然后呢 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 要不你做他男朋友 要不就是我做他男朋友 啊 我觉得你比较合适 因为 咱们村这个老姑婆呢 一直都叫 咱们村里面的唯一一个单身女孩子呢 你看貌美如花吧 成鱼肉眼的 长得多漂亮 刚好合适你 所以呢我就坐一回没人 就他 对 咱呢 漂亮吗 哈哈 笑给他看 笑小燕燕 哎呀没想到 哎呦 长得这么帅 小燕燕 成鱼肉眼的燕 哦 还挺漂亮的 那当然了 哎呦 长得这么帅啊 哎呦 你确定他没有结果吗 没有 就嫁不出去 都没人要他 不是 他还找不到合适的人 很爽 哈哈哈 你就 从了他吧 不是 你们就好好聊聊吧 哦 那个 叫小燕是吧 对呀 我叫桂萍 桂萍啊 我也没结婚呢 没有了 你看 成鱼肉眼长多漂亮 是挺漂亮的 所以呢 哎呦 你 门在一起 那是你煮什么 冒青烟 哎呦 不好意思啊 我实在是背不住了 背不住 怎么回事啊 哎呦 就是放屁 好大的蒜头味啊 哎呦 背不住了 哎呦 不好意思啊 哎呀 人没有十穿十美的 肯定是十穿九美 才是正常人 是吧 放一个 这应该是正常的啊 哈哈 好像还想 那小燕 小燕 我先走了 你们继续聊 继续放屁 哎 别走啊 大佬 多谢你了哦 哎呀 哎呀 没关系了 等下回去吃一点药 就不放屁了啊 哎呀 你这个屁啊 太臭了 熏得我鼻子都呛了 我不去了 哎呀 哎呀 那个大佬介绍你给我 现在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 我跟你说 我不适合你啊 你放屁太臭了 哎呀 哎呀 我觉得挺合适的 不行啊 我还要找我 打头啊 打头 哎呀 哎呀 舒服多了 哎呀 啊 啊 还好 哇 我喊 你 我喊 你 我喊 我喊